看到这么一篇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呢叫这个光棍危机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 女性啊在高性别比例 就是男多女少的 男越多女越少的这种高性别比例的社会里呢 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首先呢 他们原本就已经很低的社会地位呢 会变得更低 这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违背常识 但是呢根据市场供需定律啊 女性会因为人数少 而变得尊贵及更有权利 可惜啊 这是在这种男权社会里 这种高性别比的 男多女少的社会里根本不会发生 尤其是男性 是有权利的男性 会把这个女性啊 看成啊商品进行买卖 而且呢对女性的监控啊 反而更加的严格 这个绍斯啊 就这个名字叫 何尊特啊 就描述了这一机制 他们的人类学 还是社会学的这么一个专家 一个学者 然后呢 在高性别比的这种男权社会里啊 女性的增值呢 反而会使这个就是女性因为人数少嘛 物以兮为贵的增值啊 反而会使这个女性的生活啊 选择更局限 看似矛盾 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啊 在女性缺少时啊 这个男性啊 则拥有更强大的权力啊 这一切呢 就会造成什么呢 这个高结婚率 高生育率啊 低婚外生育率和低离婚率 而高生育率啊 也有助于框定和约束女性 在这社会所起到的作用 在女性短缺的社会里啊 相比男性啊 这个女性的十字率和就业率就会变低 自己杀率就会变高 因为男权 他用用自己的男性 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控制了女性 剥夺了女性的权力 其次呢 当这个女性稀少的时候啊 女性被绑架和买卖的可能性大增 中国已经出现拐卖妇女儿童的市场 有来源显示啊 从91年上世纪91年到96年 警察解救出了 88000个被绑架的女性和小孩 逮捕了呢 是143000个参与贩卖人口 还逮捕了这种人贩子 然后93年的中国官方的报告说呢 有15000名女性啊 在那一年被绑架 一系列数据吧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中国官方啊 认为被贩卖的女性人数呢 实际上还要更多 这个说警察啊 也抱怨说 当他们企图救出这些女子的时候啊 地方上的那些乡党啊 乡民啊 就认为啊 这买卖媳妇是合理的啊 就设法阻止这个救援行动啊 警察人数少啊 乡民多啊 人家成百上千的 那警察一个乡里就那么几十个是吧 肯定是打不过 力量悬殊啊 典型情况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成年女子啊 在城市里被拐卖啊 被贩卖的贩卖到乡村里去 即使是一个被拐卖的女人呢 怎样尝试去逃离 监禁呢 限制啊 但是呢 这个女性的家庭啊 都不可能再接受她了 人类学家认为啊 在对女性的控制 普遍流行的社会呢 一种反馈回路呢 以这样的行为形成了啊 控制女性的欲望 增加了对男性后代的性别选择 第三呢 当年龄层较高的男性 都想娶年纪轻的女性为七十 这个新娘的年龄就降低了 他的家庭呢 可能在他还没有成为 被绑架的对象的时候 就尽早把他转送到夫家 这个新娘的年龄越小啊 这个父母啊 需要为他准备的嫁妆 和为他提供的这种养成的成本 就越低 是吧 这也就成了这个父母啊 将幼女造假的幼婴 在过去呢 中国和印度啊 经常会把未成年的女孩 甚至女婴啊 交给父家啊 他们在未成年时 就已经成为同样媳了 这上面也有很多数据啊 然后呢 第四呢 同样违反常理的是啊 在高性别比例的这个社会中啊 人口生育率还不一定会低 因为呢 这个男性的对女性的控制变严啊 强迫每个女性所生的这个胎处变多啊 就直接导致了女性自杀人数的增多 但是呢 在这个低性别比 就是男的不是那么多 女的不是那么少 甚至说女多男少的社会里啊 情况正好相反 但是呢 在男多女少 男越多女越少的这个社会里啊 就有更多的这个年轻女性自杀 其中全世界啊 56%的自杀女性来自中国 这上面也有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这个数据啊 说来啦 在复习社会中啊 女性啊 地位低啊 负担重啊 尊严少 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因此就只能自杀 第五呢 这种高性别比例的社会中啊 女性啊 做娼妓 的人数就会更多 因为什么呢 因为越男的越多呀 这个同性恋和共期现象也会多 甚至呢 这个政府啊 会鼓励这个红灯 红灯区 鼓励色情店啊 这有一系列的这个历史 比如说 就很多例子 比如说东南亚呀 什么缅甸呢 朝鲜呢 越南呢 就很容易就成 要不就沦为娼妓 要不就被贩卖到这种婚姻市场里去 所以说呢 现在不都对照着中国 现在你看啊 第一点 第一点呢 是这种高结婚率 现在不是什么 有一个离婚冷静期吗 不是有这个三胎的这个 三胎的这个政策吗 啊 现在不是开始降低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吗 这不都是 这印证了这个这个这个规律吗 人家学者 人类学家 印证的规律 还有这种这什么人口贩卖啊 还有色情业 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色情业挺发达的 你看看那些什么偷拍的小视频 很多都是像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九打桃子那个网站 不就是这个很多都是男的在嫖娼的时候录下来的吗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但是他们会起各种各样的名物啊 制造各种各样的场景 但是一看你就知道这是蔓延嫖娼的现场 所以我就觉得呀 哎 这怎么讲 学者呢 真的是具有总结归纳能力的这么个专家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